新材料生产工艺 新材料生产工艺就比较简单了 没有确定那么复杂 来三步 哪里三步啊 拌料 压制 重型 哦 那是快了 对 因为它这个单机操作就比较快了 因为那边的东西基本上是流水线操作 这边东西就是单机操作 那感觉人工这边也不需要很多呀 这个人工需要多 因为它单台机器单台的 哦 这就是我们现行排水座发货 发货量是很大的 基本上是一天 骑大车就这么发车 那你这发货也挺快的 只需要插车把它插就行 不知道人工 我感觉在发工企业才能需要那么大的 那个 那个罐子是沙粉 这两扇原材料然后在里面 因为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实行半自动的或者全自动的工艺了 不像以前人工了 这个东西它也解决环保上环保的问题 那我听说环保的上面会按一个什么检测传感器 如果你要超标排放的话 它会报警 然后那边 我们这个是储存罐 储存罐 对储存罐 它是主要是储一些原材料的 哦 储存罐 这是我们三大区间 哇 三大区间 一进来一股油漆的味道 它不是油漆的味道 它是那个白饮溪的味道 哦 就是我们往墙上抹塗料的那个味道 对对对 因为这里面它有白饮溪和那 我们现在的东西叫玉冲 玉冲球 这是啥东西 这就是原材料 这个原材料 经过这种东西 你看还有点温度 它就是这种挤压式的 挤过了之后的东西 它就是这种 然后再到我们的产品往上一拿 然后进行是吧 进行 然后这个压制就行了 我带你看 这个然后基本上 然后就是五枚的 然后这个拌料出来 拌料出来 拌料 你像那个沙河粉 都是全部 我们都是全自动的 然后出来的 那就是后面那个大孔子 然后就自动输到这里面 对对对对 我们有这个计量的 然后这个仪器 哦 这是拌料 对 这个是拌料 那这样好几次挤压吗 一次一次一次 这不都是挤压出来的 对对对 还要扔进去啊 它可能然后长度不够 或者是其他问题 或者是然后这个笼 感觉总结了一个化工产品的词件 这个是 这个就是我们SMC的片料机 SMC的片料机 就是它生产就是 比刚才那个材料叫BMC BMC 这个是SMC 它的强性更好 它的就是重量更轻 它的比重会更轻一些 我们整个的是一条一条铲线 这一条铲线的话 一个月的话 然后中央的话大概40吨 40吨 今天要最烫 好 就刚才的我们那种预制料 预制料过了之后的东西 然后经过这个压机 然后进行压制 压制重庸过了之后 然后进行 然后 去边就行了 打毛丝去边就行了 去边过了之后 直接东西 然后就马上做 然后搬走 因为这种呢 也经过模具 它的毛边就很少 对 很少 简单的简单的然后处理下去 这个是受产电力盖板的 哦 哦 哦 你也特别盐力 这个盐力符号 怎么这个新型材料它主要原料是啥呀 啊 如果是BMC的主要是沙和碳酸钙 然后加一些波线 波线 对 看着这个质感就是又不像塑料又不像什么的 它就是沙和碳酸钙的混合料 哦 那它这个湿度是什么呢 有说法吗 有 看起来 它目前的这个湿度是根据这个重压的盘品 然后来准备 如果水分太大它是不是不容易成型啊 有人怪啊 哦不 水分大了之后只是它的保压时间会长一点 它的蒸发时间会长一点 哦明白明白 因为它这个东西它是通过然后这个压力啊 然后直接给它压制通行的 主要的东西它你水分多了 或者其他东西它只是破散而已 但它不会停留在产品里面 因为这里面这里面的温度高的话 正常的话有200多到300多 300多多 哦 这一个多重啊 这一个应该二十几公斤 哇 这应该十几公斤 这个应该不长 这个应该是一米二的 一米二大概十五六公斤 这就是原材料 哦 感觉 这些装饵一天 一天大概300块钱左右 哇 这是我们的货厂 产品货厂 就是什么样的产品几乎都有 大大小小的 这L824是什么意思 它侧面写的字是什么意思啊 啊 这侧面有的写着什么啊 哪个 就是红颜色的 那个红颜色的字 这是这个机工章 这是我们制检的机工章 就制检对这里面 它有的是买钢筋的 它必须要吸一下钢筋 保证钢筋在里面 如果吸没有的话 它就是费品 当然这个东西 我们都是机工章 一个是它制作人的 然后工章 还有一个检验帐 这样东西能够追溯 就是这水做的 然后它的水 一边这个东西6687 叫飞龙899 这是一个人的机工章 就这个机台 它只要盖这个章 就代表是它受产了 哦 嗯 我们每个产品几乎都有 都要改的这些东西 这个东西是质量检测的一个标准 能追溯到某一个人 那它这对毛边有要求吗 毛边这种产品 对毛边没什么太多的要求 它怎么还有这种圆形的呀 有啊 圆形方形长方形都有 那这种圆形 它就不能像金属的那样的喷涂了吧 可以 也可以喷涂 可以喷涂 它在这上面喷涂可以的 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时间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综合管囊生产这间 哦 综合管囊的生产这间 我们所有的综合管囊 然后就是这个 液压井盖 管囊井盖 都是在这生产的 这就是我们生产的 就是在展厅餐的这个产品 哦 就是这个做出来的 对对对对 这也是的 只是这个这两个 然后不一样 展厅的是这种类型的 这种东西它的 这里面的 然后控制点可能更小一些 就它的控制点会更小一些 嗯 因为这里面它主要东西就是电机 然后来控制的 那里面有液压棒 这里面是液压棒 和那个东西是一级的吧 就它的那个液压棒要小一些 哦 这是纯电动的了 这就是纯电动的了 它通过电机 然后把它把它然后 把它然后充起来 这个是然后这个锁 这个锁 我感觉啊 就是像我们自己坐那个办公室的椅子 它不也有液压吗 对 那个东西液压感是最容易坏的吗 对 那个液压跟那个不一样 不一样吗 那个叫气弹簧 那个就是这个东西 看到没有没有 哦 那个叫气弹簧 它只提到一个充力的作用 对 它并不能然后像这样一样它的控制 那这个是跟汽车里的那个 对 跟汽车里面像 这是圆形的 哦 还有圆形的 对 这是一米圆的 那我记得你说 这好像是跟什么 国家新政所相关的 对 这个现在是城市 管廊 几乎每一块都要要这种 都要有 都要有 那它这个底下正常常规来讲 它安的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打开它 它底下是七米的洞 就是地下七米深的洞 要那个洞干嘛用的 那个洞是 比如像现在有很多的 然后这个冬和管廊 它下面有燃气 燃气 燃气仓 然后有水位仓 还有一些弱电仓 它是分成几个仓 那我理解就相当于它下去以后 有不同的门 然后不同的门就是不同的仓 这个意思吗 它下面就是管廊 下面就是一个 就是 怎么讲 就相当于一个房子是一样的 这个逃生口是解决了它向上逃生的问题 还有一些是投料口 投料口可能尺寸会比较大 它就是投物料然后下去的 那要是没有这个之前是咋逃生的呀 没有这个 这个不是新开发的 然后这种 增加管廊 以前没有逃生口的话 它就没有这个东西 以前没有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也是 经过管廊 这个 就是这个研发过了之后 或者这个产品出来之后 才有这个逃生口的说法 以前井盖都是从上面往下打开的 它都是从下往上打开的 这就是艺术井盖 然后目前在这的生产工艺 这是五湖的 五湖的 然后这个生产工艺 然后这出来就是这样的了 然后出来 这出来这就是毛皮件 毛皮件 毛皮件过了之后东西 然后经过他们 然后这个3D打印就行了 哦 这很漂亮 那3D打印也在你们厂里吗 对 这个就不拍了 哦不拍了 这是不是有经验啊 现在这个工艺 我们家做的是最好的 好那就不拍了 做的是最好的 其他家都是那种手工的 就像这种 像这种 这种东西就是原来手工做的 手工做的 先喷一面底漆 然后再上漆 然后总共要上三面漆 就是生产工艺很慢 这是毛皮件 底漆的毛皮件 这是成品 这就是我们看到熟药厂的成品 这都是手工上的 对手工上的 这是我们第一批然后做的 都是手工上的 这个是没有味道的 没有味道 没有味道的 这个原来是900一米二的 这个好像跟那一样 一样的 一样的 这就是成品了吗 对这只是大一些 大一些 这900一米二的 大一些 我想问一下 这一个到一个是怎么落起来的 人搬的 对 人搬的 这个有吊装孔 这200公斤了 你搬不动 到这里面 它这个吊装孔 然后他们有吊机 然后把这两个吊装孔 吊过来之后 往下一放就行了 你搬不动的 这200公斤了 这太重了 这200公斤 好像不是在这边吊的吧 我看没有 我们这边如果生产都是插车 到现场工地的话 它有吊装的 然后吊装就行了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波纤 玻璃纤维 玻璃纤维 那跟那种什么十面瓦上的东西 对对一样的一样的 这是短部波纤 我们这个是这种短布料 这个东西放在里面 它有一定的弹性 那是不是刚才那个没看到东西的 那个机器就是查它 不不不不是 这个机器 这个这里面的 然后这个波纤是放在哪里的 就放在 然后就是那个 我们那个拌料里面的 拌料里面 就是拌料原材料里面 这样的东西 然后整个高温压制 这样的东西它有一定的 然后这个扯力 盘性 这是商业机密吗 这不是商业机密 这个东西 它只是配方不一样 波纤 长波纤短波纤 无纤 无减的 只是这样它放的多和少不一样 明白 注明它的承载力和效果不一样 它的成本也不一样 火食还挺好 全肉 还好 这相当贵的相当好了 别的菜全都是素菜 走开 走开吧 做菜 做菜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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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参观几书了 谢谢我们的胡总 好 再见 拜拜 拜拜 胡总能不出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